頂級澳洲和牛在鐵盤上煎得滋滋作響 光看就讓人流口水 整個套餐要價6000多塊錢 高雄知名鐵板燒走高檔路線 不過卻有離職員工爆料 沒給加班費 也沒有給我交班費 連那個國定假日跟颱風假 也沒有給我 趁著當兵前到鐵板燒店打工 不滿公司制度工作18天離職 秀出出勤記錄 兩週工時93.5小時 超過勞基法規定的84小時 值一超時 國慶日上班卻只補休一小時 但勞基法規定 應該給予兩倍的基本薪資 後來不滿離職接到的薪資單 月薪兩萬五裡面 竟然包含全勤獎金一千五 指控事前未告之 勞工局調查 鐵板燒店遲到違法扣薪 至於超時工作 沒給加班費 還要進一步確認 但離職員工更加碼爆料 菜單上的鵝肝針蛋 用的卻是比較便宜的鴨肝 3A和牛產地來源 日本松板牛是托有人帶來 但台灣根本禁止輸入日本牛肉 今天如果是鴨肝的話 我們告訴大家 今天這個是鴨肝 他們也補進來的 比和牛 比我們這個和牛 還更高級的肉 業者喊冤 因為遇到食材斷貨 都會跟客人說明產地來源 由於這間鐵板燒店 103年就曾經被檢舉 沒給加班費或補休 這回再爆出類似狀況 至少開罰兩萬五 恐怕也要被勞工局列入黑名單 記者林正彥王書宏 高雄報導